小故事大智慧 祖替避难 晋朝的时候 有位读书人叫祖替 当时国家不太稳定 北方五湖乱滑 他就带着好几百户人家 包括他的亲戚和邻居 一起迁徙到怀寺这个地方 因为他从小就很有侠气 很会照顾人 所以一路上 所有的这些车马 都让给年长的人做 他自己都是徒步行走 害怕家里所有的财物 药品通通拿出来给大家用 就这样一路照顾所有的人 当时晋元帝很佩服他的德行 所以封给他一个官职 他做官也很好 胸怀雄心壮志 抱着一个信念 一定要把国家失去的江土 再夺回来 果然 在他一生当中 进朝很多的徒弟 失而复得 在这次避难的过程中 祖替 也是时时都为所有人的生活着想 教给他们如何去工作 如何才会有好的收获 遇到一些尸骸 因为战乱时代 常常会有很多尸骨 祖替就组织大家 把这些尸骸通通买好 还办了一些祭祀的活动 他的行为令来百姓很感动 有一次 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很多长者在聊天中说 我们年纪都老了 能够遇到祖替 就好像自己的再生父母一样 我们死而无憾 祖替这种仁义之心 不知道感动了多少平民百姓 所以 祖替去世的时候 所有的人民 就好像失去了父母那样悲痛 祖替在历史上被评为民族英雄 一生精忠报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